其實做到是基本 做好才是根本 所以我一天最多剪四個頭 我試過用一年時間去做一對垮鞋 我做傢俬做到不捨得買 當是兒子般看待 我首先會跟他聊聊天 去感受一下他的人 然後找出他自己看不到的東西 有一次有個客人拿了一張照片 想我重造他媽媽那雙垮鞋 我看到他那份孝心 我就覺得一定要幫他做好了 我們跟客人的關係很密切 例如做到一半的傢俬 他們可能會帶小朋友上來 我們就會介紹給他聽 那件傢俬的製作過程 讓他知道什麼是得來不易 我不用跑的 我只是用剪刀去剪出頭髮的層次和細節 跟著頭髮的自然生長方向去做 那要做一對垮鞋 要先知道穿什麼垮 才可以決定售什麼圖案 售好之後做鞋子的不同部分 那一對好的垮鞋就會完成了 我們不單止做Graphic會比較用力 還有我們會考慮香港的天氣 那木材斬出來 它依然會熱漲冷縮 那我們就要留一些空間 讓木材去透氣 這樣做傢俬才耐用 職人總是以人為本 專注細節 將品質推向極致